最后的稻草就是出轨这个事情 这实在没办法忍受了 就是我跟他谈话的时候 做了这样一个录音 是准备很正式的谈离婚了 从来没有想过 到今天在这样的场合 我才拿出来 去了宾馆然后呢 你这个录音是什么时候录的 2017年的1月 你录这个音的用途是什么 一旦你要提离婚的时候 其实很多条件 你反复的纠缠是非常麻烦的 再加上我们有共同经营的这些东西 我就想着有一个录音的话 那我们每次的交谈 至少有一个留下来的东西 就是一定要聊得很清楚 我看录音里面 你在一直追问他关于 出口这件事情的细节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谁提离婚谁要举证嘛 那我至少要提出来一个东西 说为什么我要提这个离婚 一方面家暴 另一方面你出轨 你说录音发出来 可能有些网友也会质疑他的真实性 你能够保证或者你有什么方法 说明这个录音不是你们伪造的 或者经过特殊的编辑的吗 我明白 一定会有这样的声音 苹果上的原始的录音的时间 这些显示都是有的 甚至是如果地点放开的话 可能地理位置都能找到 里面有的内容 其实都也模糊了 就是细的说的哪一句话 可能记得没有那么清楚了 今天真的重新再去听的时候 反正感觉还是很不好的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扎希他在采访里 和他自己写的声明里面说 他认为你们的感情还在的 你没有跟他提过离婚这件事情 当时提得很清楚 他也同意的 而且在央视的支付金 那个节目采访里面 他自己也说的 我跟他提过七次离婚 这都是已经公开播出的 你敢于拿这段录音 向扎希对质吗 也不是说对质 我只是说针对事实部分 他说的这些话 的确是靠不住的 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 我们是会拿这个录音 跟丈夫合适 对的 我觉得就是你 这个事情上 你不能随便朝一个人 泼脏水嘛 对吧 这是最基本的 我们手里有一段录音 我必须跟您核实一下 是关于您和 这个事情 应该是2017年1月18号 你和 你妻子的一段 谈话的录音 你们谈到了 你出轨的问题 然后这个录音 你跟人所谓出轨这个问题 当时你们是在贵德县的花枝林茶餐厅 谈的这个问题 然后你说当时你当天是去非常找他了 然后你们去宾馆开了房 然后你妻子早上过来敲门找到了你们 你就听他 你就听他的他的情了吧 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说吧 是吧 你们当时是在 花枝林茶餐厅 我说 我说你 你就听 听马金鱼的就行了 他怎么 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好吧 不是他说 是一段录音文件 什么录音 你们两个在贵德县的花枝林茶餐厅 我们两个人有没有微信 我们俩没有微信 我是 你叫我 你叫我微信吧 你发过来 我看 你们两个之间谈过这件事情吗 别说了 哎 我没有 但是 没有身体的住鬼 但是我们一起就是喝过酒 喝了酒 这个我觉得也是 是没事的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开始在 怀疑这个家暴的事实本身 所以很重要的 对 你手里有什么直接的证据吧 有这么一件事情的 有 就是 我的 这个人 非常清楚地看到我的这个情况 包括我当时也给 发过截图 我给当时的律师 青海贵德县的一个律师 心理的律师 发过我眼睛受伤的照片 还有美股骨折 就是在青海省人民医院 门诊 看的 包括接受治疗 这些情况 我给当时律师发过截图 我今天已经找到 给他的电话 然后他们也要从当年的 因为时间的确比较远 2015年的一个 他从原来的手机里面 再翻出来 你提到的是 就是2015年 其实也是你在那个自述文中写的 第一次比较严重的家报 对 你说是美股受伤 眼球受伤 衣服上有血 小便失禁的那一次 是 而且这个 现在至少有 七个证人 其中两个是直接在西宁看到 而且照顾了我几天 然后云南 有四个证人 当时从飞机上接上我 然后看到我是什么样的情景 然后还有一个上海的姐姐 我当时就给她说 我大概打成什么样子 这个他已经写了非常完整的证词 因为有直接的目击证人 他们我从贵德 因为贵德到西宁 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对不起 他们很快就看到 我可能必须要让你 可能回忆一下 你不太好的往事 你提到的2015年的 第一次比较严重的家报 你当时写的是说 他是半夜回来 开始没有缘由的打你吗 他是喝了酒回来 当时是什么情景 你还能想起来吗 大概夜里可能有两三点了 孩子睡着了吗 然后 当时他是 我们两个在说话 然后他怀疑我跟他的一个 藏族朋友有什么关系 然后就开始 突然之间就删上来了 我是懵掉的 因为我们两个只是在 说很简单的事情 然后就突然删上来的 我的眼睛本来就不太好 然后我们两个在纠缠过程中 我记得不太清楚 反正也撞到门上了 然后门上的玻璃还碎了 他当时要进来的时候 我把门反拴着的 然后他是 曾经撞到过玻璃 好像还把这里碰着了 因为我知道他喝了酒 我就害怕 然后 在打的过程里面 我也反抗了 你当时已经生完孩子 那个就是上身 其实力气特别小 根本弄不过 然后就几拳打的时候 就提到很关键的 眉骨骨折的这个事 为什么 2011年的时候 我曾经在青海 出过特别大的车祸 头骨这边碎过几块 然后这边眼睛也受过伤 恰恰是他一直知道这个事情 在这次打的过程中 特别大的拳头 就是朝着受伤的眼睛来的 这个当时 因为平时我是很 就本身就 谢德成的说法是 你的眉骨受伤 就是因为车祸受的伤 所以跟他打你是没有关系的 恰恰是这一次 他明明是知道 这个眼睛是车祸受伤的 然后还是直接打的是这个眼睛 我当时就是懵掉 那一拳打下来的时候 右边 我这个眼睛是当时受伤最厉害的 就是右眼 对 然后当时那一拳打下来的时候 反正这边疼了一下以后 我就觉得裤子已经射了 你要射射了 就那一下 然后就再接着几下的时候 打的是头 我就 我只觉得那个 就是脑袋整个就顿时就蒙掉了 那种很大的力气打在头上 那种 很重的 然后 中间 孩子又起来了 他把孩子抓起来 老大就 当时下就惊醒了 孩子一直哭 他还把孩子推在座呢 说你看着 你看着你阿嬷 这是我特别 我今天想起来是非常 你不能让一个孩子 看到一个妈妈 自己的妈妈在 在这种情况下 这么打 因为到现在 老大就是不能受这种刺激 就是突然就是砸个东西 或者是他就有点害怕那种 这种刺激 一直都有的 但谢德成的说法 包括今天当地县政府的通报 其实并不支持你的这个说法 我都不意外 过的时候把你这个说法是否认的 对我也不吃惊 关于你提到第一次严重的家暴 你有什么具体的证据吗 我当时是在门诊上看过的 我也在找当时发给律师的截图 和当时的就诊的记录 眼球血肿 维股骨折 这是医生给我的 而且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是个眼科的一个女大夫 因为就是要 你在哪里去看的病 清海省人民医院的眼科 当时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你当时住在西宁吗 还是 我们在贵德县 我是从贵德到去的西宁 要多久 一个小时就到了 就去到西宁了 对 那时候已经通了隧道 高速了 你的诊犯报告啊 什么看病病例啊 这些东西有吗 当时你看我离开家 都连护股本都没有拿出来 这些东西 可能当时都不在了 但是当时我是给律师发过的 因为出了这个事情 我就给律师发了 给律师发的什么 就是我去 要去拍 不是要拍CT这片子吗 当时就拍过一个 我说这个反正这边特别疼 然后我就说 能不能提离婚 他说你看看 这到底是有多严重 是个女律师心理 本身她也是 清海贵德县的人 你给她拍了 你受伤的照片 对 就是这半个部分 因为当时这边 有已经肿的 就是眼睛都不对劲嘛 那种 然后 第二天拿片子的时候 然后去找一个女的大夫 那个女大夫 到今天我还很感激她 她当时就问 因为我说这个眼睛这里 还有伤吗 脸上 头就整个是肿的 眼睛就那种不对劲的状态 她当时一看就不对劲 那个医生 说你这个眼睛是咋回事 很专门问了一句 我说是老公打的 我当时说了这一句 就不能 就眼泪已经在涌了 他说 这个人不是人 就当时用亲爱话说的 然后就 说那你一个人 我们看了 就亲爱话说 你一个人怎么去看 这个我们要给眼睛上打针 你尽量还是要休息 而且家里人陪着最好 因为你现在这个势力也不好 然后开药 基于你刚刚提到的 因为现在证据 其实是第一位的 我相信很多人 其实对你有很大的同情 可是证据是第一位的 你讲到的诊断 还有你发给律师的照片 这些材料 目前你手里都没有 是吧 律师的这个材料 我还在找 但是应该是能找得到的 就是跟律师的聊天记录 我自己还用苹果手机拍过 所以在苹果的 所有的图片库里 我和朋友都在翻 因为图片非常多 跨越了五年的时间 然后诊断的经历 诊断的证明能够找到 诊断的如果我去门诊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调上了 因为的确 我今天下午也专门给 其他省人民医院 打了电话 就是说能不能复应病例的事 他们的回复是 只有住院的 才能够复应这个病例 门诊是没有病例的 那我问2015年的还有没有 说你电脑是存不了那么多东西的 而且是当时 我有查当时的微信支付 因为他们的支付 是近两年才有的 2015年的时候 应该是现金支付的门诊 所以去找这个付款的 这个记录也很难找 但是 我并不害怕的是 家暴并不会因为 你没有这个就诊记录 或者是 没有这个 暂时没有找到这个照片 就否认它的存在 或者是证人害怕打击报复 不敢站出来等等的原因 否认它的存在 现在至少有将近十个证人 证明我当时被打 而且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而且有两个人 当时陪了我快一个星期 就是这个 眼睛的情况 包括云南的朋友 看到我的情况 当时他们 他们已经给律师 写了非常详细的 当时的情况 他们也愿意为这个事情作证 所以这个已经不是说 谁说没有 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 它就没有发生过的 律师其实也告诉我 就是我也找了家暴 非常专业的律师 他们告诉我 家暴本身 它的取证非常困难 因为它很隐秘 它发生在 外人看不到的家庭里面 但是这并不愿意 它不能 就不能被发现 不能举证 或者是不能诉讼 我依然对这个还是有信心 因为它本身是个真相 那么一定是 各种痕迹都在 各种证人在 我就不怕这个事情 我也不 我理解你的意思 但是你可能现在 物证层面 手里可能没有 直接能够证明 15年这一次家暴的东西 此刻 你要让我拿病例 此刻我暂时是没有 除了刚刚说的这些 你还有其他 能够支撑你说的 这件事情的材料吗 证人的证词 证人的录音 今天证人还跟我说 你当年穿的雪的衣服 这些录音我都在 当时 你说的证人是指 当时来 你说早上过来的那对夫妻 不是 是我 就是浑身 当时已经有雪了 然后我就到西宁去 西宁就有两个证人 他们看到 今天我打电话 说得很清楚 他们还说到 当年你穿了那个雪的衣服 他们当时也给我拍了照片 也在当年的手机里正在找 所以我也越来越有信心 证明这个事情 他们是谁 方便说吗 和你 我可以发给你 但是我不想说他们的名字 我也想保护他们 你可以说 其实我们如果播出 我们肯定会 其中一个是用手机 当时是给我拍过脸部 拍过照片的 包括他当时给我换衣服的时候 衣服上有雪 他把他的衣服给我穿 这个都是实在在发生的事情 而且他们因为我受伤 他们照顾了我好几天 给我做饭吃 但是谢德成除了承认说 删过你一巴掌之外 也没有其他的家邦 以及今天 县政府发布的通告里面 他们说通过 走访当地的村民 不能够证明说的事情 但是也存在一个情况 我理解的是 他们的确也就是看到的证据 是不够多的 我也没有这么快的 把这么多证据交给他们 包括我的律师 因为要把一些证据 这两天我都在授集 所有的证据证词证言 那么律师是说 本来他们亲爱警方 要今天中国要赶到的 然后就取消了 说疫情春节期间来不了 然后我们的律师就说 那就是我们最迟 明天早上把所有的证据 用快递发给你们 包括邮箱能传递的